五月新闻继续来关注叙利亚局势 叙利亚外交部发言人马克迪西12号宣布 叙利亚政府完全执行了停火协议 已经全面停火 但是政府军仍保留还击的权利 据路透社的报道 目前叙利亚冲突双方已经完全停火 然而本台驻叙利亚记者 在大马士革郊区观察双方停火情况的时候 却遭遇了袭击事件 当时我和另外一名记者张成竹 在大马士革郊区达利亚 观察双方停火的情况 是辆安全部队当时还是派了两辆 驾着机枪的装甲车 和一辆装满持枪士兵的车辆 保护我们的安全 本来当时该地的局势是很稳定 双方已经实现了停火 街道也很正常 行人车辆都很多 但就在我们快结束采访的时候 当时我正在车里接电话 突然听到一声爆炸 我觉得大概离我不到50米 如果当时这个炸弹威力再大一点的话 后果将不堪设想 发生爆炸之后 广场上的人群和车辆 瞬间全部都逃光 但当时我恰好被滞留在广场的中心位置 旁边没有商店 没有地方可以逃 所以说只能下车趴在地上 把头盔扣在头上 爆炸发生之后 驱列安全部队人员是立刻冲过来保护我 并且和武装分子发生了交火 然后我就被带进了区方的装甲车内 五分钟之后 另外一名记者江城组也被安诚地带到了装甲车内 她们还在哪 standing 感谢观看